Hello 大家好 又来到我要做访问 通常都是带一个心面口的嘉宾上来 这次上来你也见过好几次和很多次 Jasper 欢迎你 Hello 师傅 你好 其实我自己不经过交谈 都不知道Jasper 你之前很多不同的经验 因为大家认识你都可能去讲会试 但其实你在各大不同的 就是可能报章 其他东西都是讲的 或者之前那几年都不只是讲会试 其实你入了行多久 大概你现在在做什么投资工具 其实话说我在1987年年底入行 其实当时我想在87年中入行 为什么在87年年底才入行呢 由年中到年底中间就发展了一件事 就是87年10月股灾 所以当时我入行的时候 跟一般的年轻人一样 很渴望做股票经纪 但是那时候是很香的 因为当时87年未股灾前 有一些同学的哥哥就入行 当时我赚2千多元个月的时候 他已经赚3、4万元个月 8、6、8、7年 刚刚那时就在87年年初推了期指 所以无论炒期指也好 炒股票也好 也好火热 而且基本上听他说也不用怎么找客 所以当时就很有决心 由制业医业转去做金融 之前是制业医业的 但是很不幸 不知道是没有我陀帅家 正说上一入行 事就倒下了 倒下了之后 其实基本上都听他们原本的 从业员说 都没有什么生意 但是没有生意得来 他们就不打算离开金融业 继续逗留在金融发展 他们整班打算转去做外汇经纪 我说也好 试试 由87年10月开始 一早做到现在 明白 所以其实你中间是做过 那时候入行是股票经纪 想着做股票经纪 不做不成 所以就去外汇了 没错 到现在有没有接触其他 就是只有外汇 还是有其他东西 其实最初接触的时候 主要做外汇 贵金属 后来做期货 做期货得来 不过我不是一般期货经纪 主要做期子 我主要做日本期货和美国期货 日本期货 为什么选日本 就是贪他冷门 贪他冷门 所以香港当时数买都不够三万公司做 所以变成竞争不是很大 明白 所以对于农产品期货 贵金属期货 我都很熟悉 所以变成很多时候 我在各大媒体里面 不单单写尊专栏写外汇 有时很多时候写金 写油 甚至贵金属 和这些楼产品期货 我都有写的 明白 其实很多我们看片 或者可能我们的朋友 粉丝和同学 其实我都经常说外汇的世界 或者期货的世界 如果你懂得做的时候 你可以长期货 可以短期货 他们可能都会想认识一下商讨 但是很多人误会 有期这个字 或者有杠杆 就想起 孖展风云 深井条桥 其实这是一个事实 即是这么高风险的产品 工具其实是事实 还是非事实 是的 当然是一个高风险产品 因为始终无论你炒 现会 还是期会 因为牵涉到杠杆买 杠杆买 没错 所以牵涉逢炒孖展的东西 无论你是期子 还是你是炒股票 用孖展来炒 其实都是高风险的 所以问题关键就是 我们如何控制风险 所以炒外汇孖展 导致有人要兴生 其实也少听 因为大家都知道 因为是高风险 都预计了 但是你说 很多时候我们听到 一些人投资股票 兴生的个案 反而更多 因为他们看轻了风险 以为做股票 没错 以为做股票的风险 不是很大 又或者以为做股票 做孖展都不会很大 风险不像外汇 其实反过来 如果做股票的孖展 风险会更大 因为你计算的入场 譬如别人拿3%炒 你拿30%去杠杆 有不同 其实我在这里 藉了这个访问 很多谢师傅今天访问 得来 都可以简单分享一下 就是什么呢 如果做孖展的买卖 无论你是炒期货 还是现货 还是股票 什么都好 其实最关键 要学会风险管理 如果你不懂得有这样的概念 某某而踏着脚进来 去炒孖展的话 确实真的很高风险 甚至乎我真的见过有客人 不是我客人 是我同事的客人 真是倾家荡产 原本是医生 有游艇有别墅 最终搞到破产 通常是否就是 多数是向一边 但不断气 不断继续闹 对 他们最大的个失在哪 就是 看错试其实 不是最大的个失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 当然了 看错试 因为人谁没错 一定会看错的 你不可能有 哪个是永远一生没看错过试 问题就是看错得来怎么处理 但他就好像当了炒股票那样炒 在那里召错 又购货 不止是得来 还要购货 还要购货 对 还要借钱回来购货 越购越麻烦 所以变了就真的 就变了赌场 血本无归 有些人会认为 这是赌场 例如说 你总之巴展一定是赌场 买股票 买紫黄金 最实际就不是赌场 是投资 你对这个有没有意见 其实赌不赌场 其实赌不赌场 是关乎投资者的人的心态 如果那个人想着 以赌为入市的话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好结果 但如果以投资者的角度去做的话 我不是说他赢硬 但他输得来有限 有谱 因为投资者来说 一般他们都可能做过很多的统计 很多的数据 去判断到入市结果 去入市的情况 会怎样赢 输去到什么位置 要止蚀 所以变成这样会好些 好像做生意 你入了批货 你都要计算得失的 我觉得这批货 一路越买越多越购 然后一次都烧了 这样大件事 那其实我由孖展得来 为什么我不买股票 可能你觉得外汇市场 或者商品市场的期货 和资源货 是和股票市场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好和不好之处 好处就是外汇市场 确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 基本上你不能够可以 有一个人去充很多市场 对于散户来说 算是比较公平 不像股票 基本上可能有一些 西价股也好 或者一些中价股也好 可能一注钱 就可以将它没有高浓低 但是外汇就公平很多 也不是公平 是公平很多 就算拿汇丰去比 或者美汇去比 差很多八千古 没得比 所以佐利斯再去搞 他也不会搞欧罗美 搞也不是先搞他 是黄金 所以我认为 为什么这么着重 我自己也想推多些这些节目 其实最主要 很多人是喜欢技术分析 但是技术分析用得好 用得公平 就是用在成交量多 刚才说 那些情况你输 就输得服 是没错 如果不是说 我画在股票上 是世界股 或者线也不对 因为人为的 是线这样 如果我要杠杆 我想long short很简单 我又没有夹过这些问题 为什么不画在牛洪证或者Wall 就是有什么不同 或者牛洪证short期指 或者是牛洪证short short招金的股票 short黄金 和真的short黄金 或者long的期货有什么分别 我想牛洪证也是一个衍生工具 也是属于高风险 但是当然大家熟悉的话 都知道背后 基本上的运作是一班庄家 OK 而那班庄家 一定是他想去赢的 是 想去买那班人输 OK 而最惨的是 市场的成交量 不是很大 是 变成了一些资金的武功弄低 都可以能够控制到 是 但是反过去外会 就真的没有什么可能 控制到护士 没错 所以这个是完全摸到眼神 基本上 因为我们连成一线的嘉宾 讲师 其实都差不多认同的方向 就是基本上 你要去学这件事 就学一些专业 学最正统 但是成交量少的 不要说他做手脚 但是你和背后的资产 相关性都不跟 是 那输赢我都不知道 是因为什么事 没错 所以说这么久 其实有没有一些 你之前有一个很深刻的经验 可以分享给大家 当然是 我们很喜欢看这些故事 可能从你身上吸取的教训 我们又不用再输同一件事 有没有这样的 比较深刻的输的经验 那当然如果你说深刻的 一定是等于很多人拍拖 拍过很多次拖 但是他中间那些可能都不记得 最深刻一定是初恋那个 我也是 最深刻就是刚刚入行的初期 刚刚入行的初期 就不太懂得炒 客人就有了 很多时候就不听了一些建议 就是说他锁货 或者追货 那就会好些 殊不知这两招都是死得的 所以当时你都搞到 锁货怎么死呢 锁货因为你锁完之后 一般最惨是什么呢 就是你会将赢钱那边去解锁 去拆仓 所以变成一般这些做法 其实都会导致那个锁 即那个锁货 就越锁越阔 造成一些我们所谓的天地锁 而锁货就是一样 原因就是你已经做错方向了 你应该止蝕才对 殊不知被人误到下 就是说再锁货 现在那个锁货都可以买 这个锁货再跌了 没有人十支阴烛都没有一支阳烛 谁知道二十支阴烛 不用一个月左右 我亲入行的时候 那些户口全部都散了 那时候都挺难忘 甚至乎难忘到 晚上都睡不着 那些眼泪都含在眼里面 还没流出来 因为都很不惯 很痛 后来就被一些同事 前辈安慰 就说交了学费 希望在明天 最主要知道就是什么 原来你敢做是不对的 以后不要再敢做 八几年的时候 1988年 我87年未入行 初年就是88年 另外一个很深刻的就是 第一次经历大型的战争 话说90年那时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一直拖拖拖拖拖拖拖 那段时间 我们就全部炒金 因为打仗 炒金又易收下 又易收下 没错 又升又跌过 最终我就忍了手 林拉斯什么呢 老布殊就说 1月15号就要开战了 你不退 整个礼拜 这些人手不做事 全部炒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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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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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 原来开战那一刻就会变回了 因为之前炒上去的时候已经炒了这个消息 一开战那一刻就四十消息出货 然后就输掉了 早知我一毕业就跟你谈一下 因为我输的仗也是一样 我是炒金正日吐导弹 最高的位置就是那一刻 然后我删掉它 最低就是最低 然后吐导弹后连升两人 眼泪陷在那边 所以大家由头看过 基本上跟Jasper谈多一点点 留下留言 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经验可以再去加 我交的学费也不少 所以希望大家这些片就是这样的意思 大家从经验中吸取教训 所以大致上其实我和Jasper 其实大致上都是人的心理最重要是控制到心态 没错 那工具的话就有各人有各人的东西 其实都很不同 如果真是总结一个点 有任何的人初手新手的 他现在可能这么多年买开股票 或者是没有买过股票 他正常想现在投入去一些的期货 或者是期货市场的话 如果一样一个心态 你会建议他们是怎样调整好 或者这个心态未有你不要玩了 有没有什么心态可以建议他们 最关键就是一定要输得起 譬如我很多时候跟我客人说 就是说很多时候我接触的客人 都可能因为知道我在媒体常常曝光 或者一定经验 就想来找我去投资这一方面 但是我就会跟他很强烈建议 因为他没有玩过 我就一定要告诉他 你千万不要当我一定是赢了 我有机会输的 我问题关键就是说 你给我的钱 千万一定要输得起 如果你的钱输下去会痛的话 会搞到睡不着 会搞到情绪波动的话 你都不理智 没错了 那笔钱就绝对不对他去投资 一定要将他的银码调到 如果那个银码真的要输了 都完全对他没有生活没有影响 那么那个银码的投资就最适合他 慢慢掌握到之后 那个曉门多了 那就慢慢可以再加多一点 所以初期来计 一定要在铸码方面做功夫 所以不一定是调整个心理心态 我个人输得起 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可以调整我们叫做组合比重 可以调整这里去慢慢做 等于我初初去学投资 说你炒球鞋的 入成一百队 那你一开始不会借钱 又乘护身材 没错 你试对 很危险 先慢慢加住 有时就是 通常我输 不要说通常 通常输就是第一扣 或者第二三扣都是这样赢 然后突然间就加很大 那都是输的 因为你两三下 你能够知道自己的实力在哪里 所以近来 Jaspern就会是 基本上会focus多一点 很少在一个教学会上多一点直播 没错 那未来是不是暂停到星期二 这个时间 没错 逢星期二过来 就会有这个直播 那你focus是期货 期会 宴会 即是这些大宗的商品大 其实我很喜欢 如果我炒FOMC 我第一个就不是开恒指 S&P 我一定开黄金 欧罗这些 即是容易看的 没错 容易跟的 没错 所以初学者特别是容易上手 不是想到很难 难是可能是刚才讲的杠杠的部分 那希望透过直播会再讲 大家也认识了 之前有些片子都可以看回 那最近呢 也可以留言 会不会有些工作坊 或者有些课程 也想听一下 那大家个问一下 Jaspern会不会免费先 那要够好时间 那大家留言呢 就跟我们说 我跟Jaspern去够的时间 好吗 那记住给like 和share 给朋友一起讨论一下 这个投资工具 那老手新手 都可能有些 去重新pick up 那多谢大家支持 下面留个comment 投资物打出来 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